嗨,你好,我是徐老师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我们再一起来讨论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话题, 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不同的民族。 那在我开始讲之前,如果你们对中国的民族有所了解的话, 就在下方的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 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都有哪些民族吧,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 首先,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少数民族。 那其实呢,中国有56个不同的民族, 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是汉族人。 汉族人,举一个例子来说,我就是汉族人。 那可以说,中国有很大,很大一部分的人口, 他们的民族都是汉族, 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人口, 他们是少数民族。 那我们刚刚说到,中国一共有56个民族, 其中有55个都是少数民族。 让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, 来看看中国都有哪些少数民族吧。 中国的少数民族呢, 也是按地域区分的。 比如说,在中国的南部, 有一个省份叫做云南省,云南省。 在云南省呢,就有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在一个特别的地方。 在云南省呢,聚集着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白族, 白族,给大家看一看白族人是什么样子的。 中国的民族呢,都有自己特殊的服饰, 像这里就是白族人的特别的民族服饰。 那,除了白族之外, 云南其实是中国拥有的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。 云南境内还有很多少数民族, 有26个少数民族。 那,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白族, 还有歹族、夷族、哈尼族等等等等, 很多个少数民族。 不同的少数民族呢,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, 文化,还有自己不同的服饰。 有的民族呢,还有自己独特的语言, 独特的语言。 举个例子来说, 像歹族就有自己特别的节日, 叫做泼水节,泼水节。 在泼水节当天, 歹族人习惯每个人都走到街上, 把水泼到别人身上, 代表着祝福和幸运。 那,除此之外呢, 还有遗族的火把节。 火把节。 那,说完云南地区, 我们再来看一看北方地区都有哪些少数民族吧。 我们拿北方的内蒙古地区分布的蒙古族来举个例子。 看,这个就是蒙古族人的特别服饰。 那在东北地区, 中国的东北地区呢, 还分布有朝鲜族,朝鲜族。 这里是朝鲜族人民的图片,朝鲜族。 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、文化, 还有节日以及着装。 我们再来看一看西边都有什么少数民族吧。 我们来看一看在西藏地区, 坐落着很多的少数民族是藏族。 那藏族呢,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。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藏族人民独特的穿衣风格。 因为藏族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, 所以藏族人民的衣服比较特别。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好像把衣服的一只袖子穿在身上, 另外一只袖子却放在下面。 那这是为了在温度变化的时候, 及时调整身上的穿着来适应不同的气温。 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。 我们看一下这是维吾尔族人民的图片。 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服装。 像我们经常会吃到的羊肉串就来自新疆。 我们再来向下走, 看一看贵州, 中国的贵州地区, 他们的少数民族。 最多的是苗族。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苗族的图片。 他们的头饰非常特别。 苗族人喜欢用银子来打造身上的首饰, 尤其是非常繁复, 非常精美的头饰。 那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。 我们之前也说过, 中国呢除了汉族之外, 有55个少数民族。 所以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, 我们可以去探究和了解。 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。 如果你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感兴趣的话, 就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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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 感谢观看